花莲县政府将在3月29号在中华国小举办第八届 原住民足以单词竞赛出赛 总奖金高达13万元 目前受理报名到2月24号为止 对象是花莲县国中小学生 县府将依出赛剑派队伍参与5月份的全国赛 再为花莲争取好成绩 每年举办的单词竞赛都能够吸引各校报名参加 比赛方式简单效果又非常的好 以鼓励学生能够从认识单词开始 逐步的达到竹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出题范围以中央公告各族学习词表为主 参与实体竞赛的学生再次报名的意愿相当高 每年平均都能够达到300人以上 原住民足单词竞赛的目的呢 主要是鼓励古中小学生学习竹语 然后让我们的竹语推广 可以从家庭部落到学校 那我们今年已经举办了第八届 那每一年都吸引超过300多人来参加 那我们的总奖金有13万 那我们奖励的对象也包含我们指导的竹语老师 活动报名的时间从即日起一直到2月24号 希望各个学校可以永远来报名参加 欢迎县长徐正伟表示 语言不仅是国家的语言 更是民族重要的命脉 县府必须做好领头羊 承担发展文化的重任 除了积极联络各局处式的资源 合作进行文化的保存 让多元教育落地扎根 语言学习更要从个人家庭部落 逐步的推动 共同努力营造族语友善环境 落实族语生活化的目标 记者凌杰花铃室采访报导